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这次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果显示 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 不管岛内局势怎样变化 都不可能改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不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 不可能改变中国终将实现统一的历史大事 八十年前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 明确规定把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归还中国 1945年中美英苏联合发表的波斯坦公告 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条款必将实施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 明确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这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 确认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需要强调的是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 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 法律地位和事实从未改变 这才是台海的真正现状 台湾永远不是一个国家 台独永远不可能成事 外部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 永远不可能得逞 祖国统一 台湾当归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以行动说话 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